这车行不行 这车行不行 这车子定行 Hello 大家好 我是HowHow 今天我拍的是 阿维塔12 增程版 朋友们 增程版本的阿维塔12 终于来了 我真想唱一句 终于等到你 那么这台车的纯电续航 有245公里 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155公里 朋友们 这车长途自驾可太行了 直接解决续航焦虑了 你们看 这个Hello屏可以编辑呢 这车行不行 紫定行 增程版的阿维塔12 其实跟纯电版本的 阿维塔12外观保持一致 主要区别在哪呢 就是这儿 多了个进气格山 阿维塔12增程版 前排增加了双0重力座椅 你们说行不行 阿维塔12后排 还新增了吸领瓶 还有后排的座椅加热 按摩通风 就这里说行不行 那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把这台 增程版的阿维塔12 开起来吧 OK朋友们 我们现在就把这台 增程版的阿维塔12 给开起来了 其实呢 我特别喜欢这台车 因为它是增程版本的 就因为我们前一阵 不是开了这台车 去了一趟内蒙 回了一趟老家吗 我就觉得 如果是有一台 增程的车回家的话 我觉得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那么这台阿维塔12呢 它的纯电续航 是有245公里 然后它的综合续航呢 是1155公里 然后大家比较关心的 就是它这个增程器 其实我在体验过后呢 它这个是搭载了 1.5T的一个增程器 那我们在开的时候 它的增程器进入的时候 我会觉得稍微的 有那么一点点吵 但是我的车向呢 觉得还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人而异吧 然后另外呢 就是说这台车 整体的悬架 我觉得是非常的舒适的 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空气悬架 它的高低和软硬都可以调 然后包括呢 它有CDC 那整个的驾驶的感觉 就是非常舒适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台车真的挺适合跑长途的 因为长途对于这台车就是舒适度方面 包括它座椅也很软 悬架也很软 然后开起来就是也挺不错的 然后最主要呢 就是续航方面 咱没有这个续航焦虑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非常的适合长途 那么这台车 其实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搭载了这个ADS3.6 其实我们今天体验了一下 它最大最大的亮点呢 就是它可以支持点对点的这样一个制驾的功能 你看比如有些车啊 可能我们必须得带车到中间 或者呢 我们得把车开启了之后 它才能开启支架 但是这台车不 我就停在这 我停在路上 我就直接能把这个支架开启了 也就是说我从上车准备出发的那一刻 我就能把支架给打开 直到它给我停到我设置好的那个车位里 所以是更加方便了 对吧 那么它支持这样功能之后 那么它在整个路上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今天试这台车呢 这台车目前来说还是没有上市的版本 可能会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瑕疵 但是可能如果说你们后续买了 这台车之后 应该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功能 那我们未来可能这台车上市之后 我们再给大家试一遍 那今天我们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可能就是说有一段走错路了 它可能我们想走主路 给我们识别到了俯路 然后再有呢 就是说我们在下地铺的时候 可能呢就是 由于这个当时的道路情况比较复杂 所以它没有自己行驶下去 提醒我来交管了 当然其实呢我觉得这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但其实我们在路上真的感觉到 它这个升级到3.0之后 它的拟人化程度非常的高 那你比如说可能我们在汇入车流的时候 那有些车看到车比较多的情况下 它就会在那傻等 一直等着车流过去了 它才过去 当然其实这台车没有 就是它也会做是一个非常拟人的反应 这台车是有机会能够汇入车流的时候 它也就非常聪明的汇过去了 然后包括呢我们在过一些路口的时候 尤其是像这种左拐右拐 比如说像是行人啊 自行车啊 非常多的情况下 它也是反应的非常的拟人化的 这是我体验下来觉得非常不错的点 然后再有呢就是说还有它的无人代驾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我们今天试的就是完全用手机来操作嘛 它这个可以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在购物广场门口 我们停到这儿了 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手机操作 让它自己停到车位里 那当我们购物回来之后 在这个门口等着 我们再把它召唤回来 哎 它整个的这个反应 还是非常的出乎我的意料的 然后我就会感觉这个车自己开过来 开过去就非常的神奇 包括你在手机上呢 也可以看到这车上的不同的视角 你也会更加的有安全感一些 OK我们现在把车开回去吧 说一下呢这台车的满油满电的百公里加速是6.7秒 然后亏电的百公里加速呢是7.2秒 然后这台车的百公里油耗呢是5.8升每百公里 然后最主要呢这台车加92的油就够了 那好了以上就是这期的J车行不行 那我们下期见拜拜